他本是不羁少年郎 如今历经沧桑 直到爱在他心里埋葬 凭借白夜追凶 再次火遍全网的潘月明 再以一部鬼吹灯之怒情相惜 让网友们过足了剧影 在这之前 很多人压根就没有听说过潘月明 直到看到白夜追凶中 那个一人是两绝的演员 感叹一声 这人演技也太好了吧 就这样 潘月明这个名字 成了网络热搜 潘月明其实是一个 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从小喜欢书法和绘画 怒情相惜那几个字 就是出自他的手笔 看来从小的基础 是没有废调 因为从小多才多艺 潘月明获奖无数 还被保送到重点中学 学习之余 还在北京电视台的少儿节目 七色光中担任主持人 才华这个东西 一旦他开始展现 谁都拦不住 包括他自己 初中开始 潘月明就在各个剧组客串 成为了一名跑龙套演员 出演过多伯儿童剧 他对表演的热爱 甚至吸引了 九四版三国演艺制作团队的注意 邀请他饰演剧中 无景帝孙修 而让他真正进入演艺界的是 1999年主演的两部电影 《非常夏日》和《蓝色爱情》 奠定了他在演艺圈 白面书生的傻白甜形象 2006年左右 潘月明参演的 金华燕云等几部 在央视播放的大戏 让他一跃成为 当红一线小生 所获殊荣不断 他像开了挂一样 在演艺圈 过五关斩六将 虽说没有红到发紫 但是他成熟的演技 获得了一众好评 2008年 他与女演员董杰结婚 第二年便生下 他们的小王子鼎鼎 在儿子出生没多久 潘月明遭遇了 人生中第一个生死观 车祸 有机器吗 要把一根管子 从你的胸肌 整个插到你的肺里去 就正面打管 然后他就拉着我的手 我自己看不到 我怎么也看不到 然后打完麻药以后 人医生在用一种 给肉打孔的工具的时候 我感觉我的血流出来的时候 他的眼泪是一个节奏 掉下来的 你知道吗 然后他还不想让我看到他 他拉着我的手 不想让我看到他流眼泪 但是他又拉着我的手 他又扭不过去 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让我 我特别难忘 就我当时 我心里就在想 我不管成什么样 有一件事我做对了 就是我娶了一个 最好的老婆 虽然经历了车祸的危险 但是在婚姻里 两个人很相爱 潘月明很依赖冻结 每当看到自己的妻子 他就觉得人生已经知足 完满了 我和他在一起 我觉得就很开心 我们不需要补偿什么 我看到他 然后我拉到他的手 然后他哪个时候不出身 或者说他静静坐在那 喝一杯茶 从屏幕中 我们都能看到 潘月明那时候的幸福 本以为能够继续顺风顺水地走下去 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差点击垮这个男人 他离婚了 2012年 董捷工作室发表了一则声明 宣布潘月明和董捷二人分手 并且控诉潘月明嗜赌成性 欺负妻子 很快 潘月明就在微博上回应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双方你来我往的车轮战 也让事情真相变得难以捉摸 也在这一年 潘月明将董捷的经纪人 任家英告上法庭 但舆论已经无法收敛 网友们将渣男的帽子 戴到了潘月明的头上 两年后 法院的判决给了潘月明一个很好的交代 也给了大家一个真相 但这两年 潘月明经历的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至于他们后面的纷纷扰扰 相信也不是潘月明想提及的 在他这沉寂的两年中 他面临了事业和情感上的双重打击 再一次录跨界歌王的当控 遇到了自己的贵人 接到了一个好剧本 这一部戏 让潘月明迅速回到银幕C位 甚至超过了他过去的成绩 在剧中 他一人分饰两决的表现 可以说是惊艳之作 特效的处理 甚至可以说是完美 说到剧本 看过白夜追凶的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没有坑的故事 所有的坑 都在故事中完美地填补 任再细心的作者 都无法做到这个地步 这可不是巧合 白夜追凶的编剧 韩冰 是一个有11年经历的刑事律师 剧本严丝合缝的逻辑 都是他在职场中 一步步打出来的 好的剧本 遇到了好的导演 好的导演 遇到了好的演员 对影视剧民们来说 这怎么可能不是一场 饕铁盛宴呢 如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 经历沧桑的盘月明 他不再是那个翩翩书生 他变成了一个荧幕硬汉 不管是龙领迷窟里的胡八一 还是局中人里的沈处长 他的风格和之前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故意去接难一点的角色 认真体会生活 接受历练之后的改变 走更加精彩的道路 而他心里所有的话 都在一首歌里 表现得淋漓尽致 谁在你心里放冷枪 旧爱的誓言 像极了一个巴掌 谁当你唧唧一句 旧爱一个耳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